想要这几块布料DIY两个这样的千元复古灯 灯罩我偷懒在网上找了现成的 二十多一个 感觉比我自己做的好看老土 先来一层礼布 这几块钱的白绒布相当于给灯装了个柔光布 给它绷得紧紧的 这才叫皮都展开了 再粘上我的油画风布料 两块布还不到三十 好看又便宜的布料真的太戳卧了 弄了一下午还不到三分之一 我麻了 再粘一下这个接缝处 果然变好看了 最后用珍珠脸做个流苏 收一下边 第一个灯罩就好了 像不像个帽子 要美吗 用相同的方法做了个菱兰灯 这样落地灯和台灯我都有了 nice 打个灯看看 哇 仙气飘飘 粘一圈珍珠当它的花蕊 这条花蕊粘得很烫手 烫得我鬼叫 突然觉得菱兰灯比之前做的那个好看多了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真热得清晰 何而来的 东拼西凑买了两个灯柱材料 你们可以大胆猜一下多少米 猜对了 和复古灯的材料包就是这位有圆人灯 把台灯的灯作业组装一下 接线这活应该难不到我 哇 这个灯罩放上去比我人还高 五户同时又会有两款好看的灯 这也太幸福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